你好 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花联国际石雕艺术季 2020年9月27号即将再度登场 其中最受国际瞩目的石雕户外创作营 今年将回到文化局的园区来办理 为了让周边的民众安心与放心 文化局5月12号举办敦青木林说明会 向大家说明针对粉尘以及噪音所做的防制计划 25年来 花联国际石雕艺术季已经打响世界知名度 2020年将举办第12届的石雕戟活动 其中最受国际瞩目的石雕户外创作营 今年将回到文化园区来举办 上一届三年前是在花联港边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以石雕家可以一边看着海港出入的渔船 商船一边做作品 那当然在之前的话 也在我们福丁街铁道文化园区一馆二馆中间也做过创作过 那一切美好的回忆都留在过去 那今年就是我们2020年花联国际石雕艺术季将在我们文化园区盛大的展开 主要的原因因为大家也知道那时候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 很多的活动如果在文化园区里面举行的话 我们的同仁提供茶水提供休息 这些服务都是非常容易的 再加上我们石雕馆美术馆还有我们的图书馆都有一系列精彩的展览 过去石雕户外创作营最常为民众所抱怨的就是粉尘和噪音 今年度承办单位也加强了污染防治计划 并且向周边的乡亲来报告 基本上在这一次户外创作营的污染防尘装置上 我们已经准备了像洒水器 然后还有防尘网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月份 主要是北风跟东北风 那我们已经对于路上的这些清扫 定期的清扫 还有沙水喷射系统 基本上我们都已经会规划跟设置完成 那未来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风向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加装这些 例如说像风扇等等之类的一些 硬体的器材之后 我们相信就是以风向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尽量把所有的一些干扰 跟周边环境的一些困扰 我就降到最低这样子 2020花联国际石雕艺术季 9月27号到10月27号 即将在文化局园区盛达登场 届时周边的文化馆设 也都会有动静态的展演配合举办 希望可以营造一场 世界级的艺术文化饗宴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